- 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樂- 要八卦內幕- 要社會新聞- 要解決問題- 劉均耀下午2點- 非要不可- - 歡迎到NHK- 大家收看- 非要不可- 讓你非要不可的- 劉均耀受藥藥- 禮拜一對陣下藥- 今天是連續假期- 那個- 我們大家都在- 逛街啦- 出遊啦- 那大家我想一定會- 到一個地方- 不一定會到一個地方去- 但是這個地方很多人去- 那所以今天的對陣下藥- 我特別要把這個地方挑出來- 然後呢- 邀請了- 對這個問題非常深入的了解- 而且呢- 也一直在辦公廳協調會的- - 台北市議員的- 不是黃珊珊- 是李鑫- 先歡迎李鑫- 李市議員- 主持人各位聽眾大家好- 談什麼問題呢- 師大夜市- 師大夜市這幾年來啊- 如果大家- 跟受藥藥一樣啊- 也經常會去逛逛啊- 師大夜市就在我們電台旁邊- 很近- 很近- 那所以說我們經常去那邊逛逛- 可是呢這幾年啊- 真的是不一樣- 人滿- 為患- 這為患喔- 患這個字喔- 是對當地的居民來講- 是為患 - 為患- 但是呢對於商家來講呢- 是為患- 哎呀人欸- 這個門可羅雀- 跟門敵弱勢- 人潮是前朝嘛- 對不對齁- 但是呢問題這個問題就來了- 最近如果你去逛的話- 寸步難行啊- 那當然你覺得- 你感受到那種夜市的那個氛圍啊- 真的是我覺得台灣的夜市文化- 是可以在全世界啊- 讓人家來這邊- 探索的- 可是呢對於當地的商家而言呢- 如果你回家- 本來- 可以起床了 - 騎摩托車騎腳踏車- 然後呢很快就到了- 可是現在呢- 卻- 你騎著摩托車騎著腳踏車會被人家- 瞪- 會被人家罵- 然後呢- 你要用走路的- 走路要走二三十分鐘才能到的了家的時候- 我不曉得你的感受會怎麼樣- 所以呢- 理性的理事議員呢- 長期以來- 也對於這個事情呢- 非常的關切齁- 那也在這個協調的過程- 也辦了非常多的公聽會啦- 邀請學者專家- 當地的居民啊- 店家- 三方面齁- 然後台北市政府- 最重要的公聽會啦- 邀請學者專家- 當地的居民啊- - 最近呢- 又雷利風險- 一定要取締啊- 發- 然後這個- 已經開罰單- 已經也- 一張一張開- 絕不手軟- 我想是任務背負的壓力啊- 也非常的大- 那身為民意代表喔- 你剛好介於中間- 你又是公權力的一部分- 然後你又在中間要- 去當民意的協調- 這中間的問題啊- 先把癥結先抓出來- 給大家知道一下- 癥點在哪裡- 好- 就應該這樣說- 我的- 我的立場倒不是公權力的一部分啊- 應該是說- 正好公權力跟- 市民們的權益之間- 應該是說- 正好公權力跟- 市民們的權益之間- 應該是說- - 我們的一個平台- 壹橋樑- 對- 這件事簡單講啊- 這個- 所謂的- 市大夜市啊- 本來它沒有- 市大夜市的- 都市計畫的規劃- 並沒有- 它是一個- 市大- 一個典型的- 所謂的文教區的住宅區- 是- 只有- 市大陸- 農泉街- 山九巷- 這麼一塊- 大概一小部分的- 商圈啊- 是- 叫做- 商伊特- 其他部分的- 都是住宅區- 應該是- 這樣說- 從都市計畫的角度來看- 它其實蠻清楚的啦- 是- 是- - 從這個歷史嚴格來看- 其實大家應該還有記憶- 市大最大的特色- 當時就是一個文教區- 文教區呢- 然後有一小部分的商業活動- 包括可能巷弄裡頭的一些- 早期的- 包括一些咖啡廳- 書店- 比較靠近市大路上- 對- 市大路的兩邊嘛- 右邊咖啡廳- 然後左邊有一點小小的- 可是現在延伸到裡面- 非常裡面去- 沒錯啦- 這個所以啊- 靳耀兄弟- 這個真的是專家啦- 那不是專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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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 不知道啊- 已經這樣不知啊- 啊- 他現在的問題會出在什麼- 就是說- 原來所謂的- 師大商圈- 大概是滿足的師大學生- 跟住家的一些所謂居民之所需的商業活動- 對 對 對 可是現在我們不是商圈了- 現在我們叫夜市- 買紙啦- 買韓風的紙- 化妝品、耳飾- 蛤- 問題是- 他是穿透了巷弄啊- 對- 進入住宅區裡頭- 啦- 我們現在講到實在的- 哈- 你現在全台北市來- 大多數人不是這樣子- 夜市不是這樣子 都還是在馬路兩邊 本來本來就是商業區 像很有名的寧夏夜市 一邊是學校 一邊就住商業區 然後大馬路邊 然後回街大家也都知道 市林夜市根本就獨立的一個 就是一個市場嘛 蔡奇亞的夜市 這個不是 這個本來是 也只是一小塊 而且它還重要 它又是一個所謂大學城 是一個文化區 現在不只是路邊的商家 這個範圍擴充 還是穿透到巷弄裡頭去 這在台北市已經不多見了 是 那問題是對他們來講 住戶們來說 我們什麼時候變成住在夜市裡了 這部分呢 我也不曉得怎麼回答 真的 我說實在真的是這樣 好 那麼其實呢 很多朋友在講 啊 有時候回想一下 這個巷弄文化 夜市旁邊 市大旁邊呢 有一巷子裡頭 偶爾會看到家 讓你驚奇 很有特色的小店 我說這個都是我們共同的記憶 祝家們也說啊 這個東西 他們也是他們的共同記憶 可是他說各位 現在不是讓你看到的是驚奇 你看到的是驚嚇 你本來是喊喊 可能突然一下看到 有一家小店 很有特色的 現在不是啊 哇 一家孩子一家劫次零比啊 而且呢 以前你說驚奇什麼 是在很悠閒的散步中 看到了一個特色的小店 現在不是啊 這個事就像你剛講的 一個住戶跟我說 議員 我從石大陸夜這邊下車公車回家 我家不到一百公尺的箱子裡 結果跟您報告 我快從外面繞和平東路繞回家 因為我從這裡我穿不過去了 是 如果大家沒有去過石大夜市 或者你最近這兩年 沒有去過石大夜市 那我需要幫你稍微描繪一下 他石大陸 石大陸的路上啊 兩邊還是差不多 不過有些店家已經都搬走了 受不了高房租 原來的我們記憶中的老店 老店都不見了 那個已經被 什麼咖啡館 那叫什麼在二樓 布拉格 那布拉格 那已經都沒有了 大聲公啊 都沒有啊 那什麼政大書城也沒有了 都沒有了 因為那些受不了高房租 通通搬走了 那好 進駐的呢都是 現在都在賣衣服而已 賣衣服比較多 因為比較好賺嘛 比較快 因為從五分埔那邊去掛衣 現在是五分埔的分埔 真的 那掛什麼 現在石大陸的巷子裡面進去啊 一家店面也許 那個面寬齁 如果說他大概有大概八公尺好了 一般店家 一般的房子 差不多七八公尺 應該有 OK 他可以隔成三個店面 甚至五個店面 甚至怎麼樣呢 甚至他 他牆面 牆面兩個店面之外 他還可以走到進去呢 裡面呢 一間一間的開 每一家店面可能就有一坪到兩邊 沒錯 都有喔 然後地下室也是一樣 地下室喔 有些地下室 他也把它變成那個 所謂店家 更離譜的 圍牆 各位啊 連圍牆都賣 都租 圍牆你可以掛衣服 掛在上面呢 這樣來賣 各位啊 你怎麼去絲大夜市逛一下 你覺得說 哎呦 這是到底 跟你印象中的絲大夜市 應該不是絲大夜市 絲大的小巷子 巷弄文化 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說 今天為什麼會把這個問題 拿出來談呢 是因為 已經很多人受不了了 對 已經很多人 而且那個油煙啊 因為這邊 畢竟要開餐廳嘛 那餐廳一開 樓下煎一條魚 可能會覺得香啊 對 可是他們那邊呢 是半天啊 魚腥味還沒走掉 窗子開不能開的 不能開 然後衣服不能在外頭曬 因為曬都是 都是那各種油煙 煙臭味 是是是 你看 最嚴重的是什麼 因為他有很多像這種餐廳 很多的那個瓦斯桶 住戶現在是頭火險 現在是被聚跑 那嚴重了 大家不知道這個事啊 那個 因為我們每一個 房屋都要強制險 對不對 房屋都要投保 對啊 那你這個長制險的話 如果他也不 聚寶 現在能聚寶 聚寶 那誰來 今天會修處是怎樣 欸 師大千萬不當會修處 那萬一會修處 他說 那個香弄還真難進去 沒錯啊 你現在塞著塞 根本 那個香弄還真難進去 救護車 消防車 很難進去喔 腳大車都已經 人都走不好走 你不要說 這是什麼消防車 所以說 在這樣的一個 這個環境 那為什麼今天 講這個問題的真點 在於說 居民他們認為說 我們哪什麼時候變成夜市 我什麼時候住在夜市裡面 那對商家來講 商家 我想各位啊 以前師大夜市一瓶 的房租 也許假設了 七八萬好了 不是 一間啦 一間啦 二十來瓶 二三十來瓶的 現在要三四十萬 超過 超過啊 現在是這樣喔 行啊來 但是辦公廳會啊 去年的事情 我還問了一下 上一家年輕朋友 跟他們聊天 我就問他們 到你房租 一家是一萬多 有一家是兩萬 行啊來 你今天 你今天說實在 你仁愛路 什麼敦話南路 我們說我們一級道路旁邊 你剛剛有這個行情 不用一瓶喔 對啊 我先講是一瓶喔 OK好 啊現在喔 房東 那應該是屋主 把他租給第一手 一房東 一房東就租給二房東 二房東現在還有租給三房東的耶 各位啊 所以呢層層的剝削 那最後在做店家的這一個 做生意的這個人 你知道背負多高的租金壓力 沒錯 所以呢 江本求利 我租金壓力這麼高 那我要賣的東西 會怎麼樣 所以他的商品的品質呢 也會一直在下降 或者是他根本就是 他 有些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是低價在高賣的 對啊 沒錯 衣服 那可能一件衣服 可能一百塊買到 他這邊可能要賣那一千五 這個 我 我不是在打氣 當然以後幾十塊錢 可能賣兩百五啦 對對對 我所說他必須要很大 他必須要很大的一個利潤 他必須要很大的一個利潤 利潤空間 才有辦法去cover他的租金 好 店家也苦哈哈 那最痛快的大概就是 把房子租給人家的這些 少數的屋主 我們看的是大概是屋主跟房仲 屋主跟房仲 真的後面的營屋者 真的真的最大的得利者是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佔了多少人 我們沒有估計啦 但是呢 現在應該這樣說 十大商圈或十大夜市了 是這一塊變成這個樣子 對 主要是因為商 應該是房仲去 在推撥住 他都看嘛 注意他看那個房子 有的是老店家 對 他就先去找到房東 你這個人一個月假設了 二十多瓶三十瓶 十萬塊錢的租金嘛 以前就很高的 主管啊 現在這樣我租三十萬 那房東不投降才怪啊 當然 錢都砸死了 他租三十萬 他把隔成四五六間以後 每一間一萬多兩萬的租金 他還可以收四五十萬以上啊 他還賺 價差還是很大 這就是為什麼 師大夜市到後來 快速的就這兩年 兩年多啊 快速的惡化的原因 這就是最主要的持續 房東很簡單嘛 房東就是 誰要租金高就租給誰 所以你看看 真正大家一直跟我們講的是 啊要給商家生物 什麼啊大家懷疑以前的什麼 相當文化 對不起啊 那些記憶中的店啊 找到都被趕了 幾乎沒出來了 為什麼被趕 因為房租受不了 受不了嘛 最近才有一家 剛剛上個禮拜 十四萬現在 老闆要調到四十四五萬 十四萬調到四十五萬 你說他不走 你看幾倍 三倍 四倍 將近四倍 好啦那你 你原本喔 成就這一個相當文化的老店家 有味道的那個店家 真正所謂的工程 現在都抬頭啊 那個不見喔 沒錯 好那結果出去一直長高拉高之後呢 現在進來的呢 就是大部分都在賣衣服啦 因為我去逛逛 其實是對啦 我太太喜歡逛嘛 買衣服 買這個女孩子的首飾 都是那些東西 你拿來的相當文化 你去那邊就變成說 純粹商業了 沒錯 那這個純粹商業的這個事情呢 讓我們去逛的人也就 失望 算了沒 好沒關係 反正就來了就來了嘛 逛逛吃吃 但是對於當地的居民來講 我原本的相當文化不見了 沒錯 我以前會覺得說我住在這邊好棒 我最盡啊 然後那個樹啊 然後突然間一家小小的咖啡店 哇覺得這個地方住在這邊真好 可是現在這個完全那個氛圍都沒有了 所以難怪店家來抗議 那個理事議員最近在幫 舉行了太多場的公聽會 你稍微描繪一下 當地的居民聽說啊 以前開公聽會從來沒有過那麼多人 你現在在開公聽會 連官員都擠不進去到會場去啊 是這樣子 我們這應該是去年的時候 應該這個樣子 真的所謂的引爆點啊 是因為太孫街五十巷啊 五十巷那些住家們啊 那時候他們發現啊 他們的他們的這個 因為他巷子店家 那時候頭尾大概就三四家 其中呢一家正在裝潢 引起他們的這個警覺心了 他們說我們現在不能夠讓這些店家 進到我們的巷子 所以呢 新的 新的 舊的他們其實真的不曉得 那時候老實講也可憐 他們也搞不清楚 這到底為什麼他們可以進來 都不知道了 一般人那也想到 連議員大多數都不曉得說 還有一個所謂的 我們剛剛使用分區管制規則 有一條規定了 已經都不知道了 好 那他們就說 哇 這給我趕快趕喔 跑來找我啊 成勤的時候來找我 那我們呢 老實說 這麼多年也記得很多的成勤啊 是 後來我才自己發現到說 原來有一個使用分區管制規則 有一個相關規定 就是六米巷八米巷的限制條件 那次開的來找我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 好吧 我這樣好了 我開個公聽會好了 因為這件事情 你看看已經這麼多店家了 到底是怎麼知道 到底怎麼回事 那開公聽會 把政府的各個單位都找來 一起開公聽會 找出問題點 看有沒有辦法解決 本來是為了泰順街50巷 因為他怕商家進來 那天的公聽會呢 是在我們 在我們辛亥就是 在那個 我們那個那個 辛亥路跟螺絲幅路下的高架 建國南路高架下的 下的一個叫 辛亥區民活動中心 平常大概是能夠幾個 大概三兩三百來人 假的真的擠的